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最後其實另外一種寫法啦 我們乾脆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那個所有下載的比如說10月份的相關的那個 資料乾脆就是這樣就是 一個下載完之後有沒有 那把這個名稱 乾脆就改成什麼改成109年的10月 5號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然後下載的話呢那下一個就是在新增業工作表 再到後面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就是109年的10月 109年的10月有沒有 反正就是全部剛剛放一起算了 可能這樣的安排 如果放Excel的話可能會比另外再存一個檔 可能相對是比較恰當的 不然的話如果說你 會牽涉到一個問題所以為什麼剛剛用Safe Call VS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那個我們VBA 這個程式Excel裡面已經有寫VBA啦 所以有寫VBA的話可能 用直接存CSV的話 因為CSV裡面不能有VBA 所以他會出錯 那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這個地方假如說我們換一個方式 去存資料的話 那可以用什麼 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重新命名 然後把資料 放下來之後 那換下一個 所以呢 基本上也是在一個回吹裡面跑啦 那基本上 我們主要是可以增加什麼 增加第一個 就是當他下載的時候 我新增工作表 並且重新命名 大概就增加兩行 那這兩行的話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你可能要學會 蓄持物件 如果你要新增工作表的話 那你需要什麼 需要 這個新增 什麼 蓄持點 add 然後新增到哪裡呢 後面你可能要給他一個參數 空一格之後 是要before 還是after 如果你是要after的話 那你就要這邊要打一個after 冒號等於 冒號等於就是說 傳這個參數跟他講說 幫我放在哪個蓄詞 後面這邊也給他蓄點 蓄點抗指的是目前總共有幾個 的後面 比如說一個那就放一個的後面 兩個就放兩個 這個地方意思是放在最後面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 假如要把這個地方再增加 放在哪裡的話 那我可以 在這個程式裡面 假如一樣把 資料 先刪除掉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我就 一樣跑回圈 一樣是 5到30 然後一樣是跑這個 只是說呢可能要在這個中間裡面 再多增加一個動作就是 當我要下載之前 我可以怎麼樣 先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新增工作表 的動作 在這邊 add 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稱的話呢 把它改名 改名的 這個寫法的話 蓄詞 哪一個蓄詞 其實你可以把這一行 蓄詞 也就是新增的那一個 新增的那一個 就是最後那一個 意思是蓄點抗 的名稱 點name 等於什麼呢 等於的話呢 實際上呢就是 跟這個地方這個檔名一樣 所以就是109年的 and and d 後面其實是空的 所以andd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109年andd 直接 貼到這裡 雙女號裡面 109年的10月 andd這個後面雙女號這個不要 OK 然後就是 把名稱給他 他就幫我產生一個 所以新增一個工作表 重新命名 然後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然後在這個地方 就Safe as 就 不需要了 就我們乾脆不用再把它 存檔就手動存檔好了 最後一次存檔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不要一邊下載一邊存檔 而是說一邊下載一邊新增工作表放進去的話 那我可以在 程式裡面 把那個存檔的這個部分拿掉 增加這兩行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第一個的話 一樣我們就是 再把那個 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05 先新增工作表所以這邊會跳一個新的工作表出來了 然後把它重新命名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會出現什麼 109年 增錯一下 因為這邊有這個名稱 這個我把它改一下改成別的名稱 因為剛剛已經先在上面改了一樣的名稱也是109年10月5號 所以不能有一樣的名稱 重新命名 OK 有沒有 改完之後下載 下載下來了 然後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Next 那一樣要跳到這裡 D的話變成05變06了 06之後的話 一樣新開工作表 名稱的話就是105年的 10月6號 然後把它下載下來 OK 在這邊 那以此類推 那所以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讓他全部跑完的話 那他就是什麼 一個一個 下載 然後一下載一個 就增加一個工作表 下載下來 一個工作表下載下來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用在Sale 我覺得相對的會比較合適一點點 因為他基本上就沒有存檔 因為之前 寫一篇存檔的話是在Python裡面做 那這個 這個同樣的案例 之前我是在Python裡面寫出來的 所以想說如果我今天假設我不要一定要 在Python完成 因為 畢竟呢 如果要在Python裡面完成的話 那勢必就是你還要在另外一個環境 做完的東西 然後再拿到 Essale裡面用 我覺得有時候反而會多需要 增加一個工具的負擔 那如果說Essale就可以做到的話 那我們就不需要再額外 去 再去寫另外一套程式 所以同樣的方法 他就一直跑 上一天其實還是要跑 跑一段時間 所以理論上 假設已經跑完 我先強制讓他停下 我們看一下前面是不是有正確下降 把它Ctrl Brake 如果說假設你跑到一部分 你不想再跑的話 你可以偵錯一下 OK 他就在這邊停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話 他就會不斷出現 每天的 資料 這一天好像沒有 那如果說你想要避開禮拜六禮拜天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必須在 在 可能你在日期這個地方 底下這邊可能要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個邏輯判斷的話 你可以用VBA裡面的一個函數 叫 叫什麼 叫week 叫weekday 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點什麼 點叫week 對weekday 這個weekday的話 實際上就是可以怎麼樣 判斷說他是禮拜六禮拜天 如果他的規則 因為美國人的 第一天的話 是哪一天呢 我們是把禮拜一當第一天嘛 那美國人他認為第一天是禮拜 禮拜天 所以 如果weekday回來的 數字 假如是 1的話 那就是禮拜天 如果是禮拜六也是休假日的話 那就多少 他是日 1 2 3 4 5 6 對不對 所以是1跟7 1的話禮拜天 7的話禮拜六 那所以如果假設 你把 日期 丟給weekday判斷 如果他是1跟7 那你可以讓他跳過 不要下載資料 那就不會下載到禮拜六禮拜天的 這個日期了 但是可能那個國定假日就比較麻煩 國定假日可能你就要另外再增加一個正列 然後額外判斷 才有辦法把禮拜六禮拜天跟國定假日也把它避開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把它改寫 那今天的話主要 我們就是 除了 一邊下載存檔之外 另外有個寫法 就是 把它 做那個 新增工作表 的動作 OK 同樣的話 我會把這個程式 一樣 把它放在雲端上 如果假如你對 這個程式部分 不是那麼 熟悉的話 我待會把它貼到這個位置 他會是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4頁的地方 OK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個禮拜開始的話 除了會講 CSV 因為CSV 幾乎佔八成 除了CSV之外 還有 XML跟JASM 該怎麼處理 這地方該怎麼處理 我們後面再來看 咯